你有沒有發現小孩都很故意 然後都講不聽呢 然後呢 一定要踩你的底線 弄到你非常非常的生氣 然後呢 你跟他講說 不可以 不行 他也知道他不可以跟不行 很多事喔 他都知道喔 然後結果呢 最後一定還是要弄到人家處罰 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有沒有很多的爸爸媽媽 想要在2018年的最後 來了解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為什麼要明知故犯呢 你為什麼要踩我的底線呢 我都已經告訴你不可以了 你也知道 結果你偏偏就是不聽呢 有沒有講不聽的小孩 我們今天在2018年的 最後一集教養直播 一定要全部都把它破解 為什麼 因為呢 今天呢 就是一個總複習 我們要把2018年學到的所有的功力 都要在今天的教養直播裡面呢 全部拿出來應用 我今天會告訴各位 很多很多講不聽的行為 你應該要怎麼做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這樣子一個 明明知道不行 然後還要一定要去做呢 我就告訴你不行呢 你還偏偏要這樣去做呢 有的爸爸媽媽趕快上來 來跟我們say hello 一下 今天的教養直播呢 是2018年的最後一集 然後呢 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新的課本 教養的真相 在2018年以後呢 我們的新課本 教養的真相 會陪伴我們 找出很多很多育兒的好方法 哈囉 有看到你們 李建宏 哈囉 然後徐靖軒媽媽 晚安 你們有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來 先回答我一下 有沒有遇到這種 就是真的是很講不聽 然後真的是很故意 很故意哦 挑戰底線那種才會令人家很生氣哦 鍾惠方媽媽 你說終於等到了 歡迎你 好 Kimi 你說你的手機沒有畫面 來 你要不要再重開一次 或者是你的Wi-Fi 注意一下你Wi-Fi的環境 好 李玉欣媽媽 謝謝你已經預購這一本新書了 今天才剛開始預購 教養的真相在2019年 會是我們的新的課本 我們的2019年 所有的直播的主題 全部都在教養的真相裡面 好 來 哇 有Civvy媽媽 你說你的老公居然提醒你今天有直播 太棒了 好 希望大家都一起來看好不好 因為 我們今天要談的議題 真的大家都會遇到 你說有沒有挑戰你底線的 你明明跟他講說不可以啊 他偏偏就是這樣啊 來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 我就 我今天就給大家這些 這個板子 來 導播他們有沒有看到 明知固犯 你中了哪一個 你的小朋友有沒有中 有中的趕快過來 有嗎 要高一點 要高一點是不是 好啦 有沒有看到 明知固犯 好 從第一個 玩玩具 叫他不要丟哦 然後 那小小孩就是偏要丟 然後呢 地上呢 都很髒 叫他不要摸 他還是要去摸 然後很危險 叫他不要碰 他還要去碰 天氣很冷呢 跟他講說穿起來 偏偏就不穿 叫你不能打人 你還是打人 跟你講說 不能說謊 這是說謊 不可以 小孩怎麼可以說謊 他還是說謊 然後叫你 跟你講說 這個是偷 你不可以不經過人家的同意 你就把它拿回來 他還是拿回來哦 然後最後一 最後一個小學生以後 叫你趕快寫功課 也好好的跟你說了 說什麼 好好跟你說 你先寫完了以後 後面的時間就全部都是你的 然後呢 孩子也答應你好了 結果最後呢又反悔有沒有這些呢 12345678 你有沒有中 講100遍還是一樣啊 對不對 有媽媽說講100遍也是一樣啊 雲婷媽媽你說全中 兩歲半真的很崩潰 對兩歲半就是一個 就是 完全沒有在聽你的的那個年齡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我等一下我會告訴你原因是什麼 黃一芬媽媽你說七樣全中 一跟五中獎 還有嗎 好來 宋慧萍媽媽媽你說 跟他講說完門危險會夾到手 結果你還是完了 那你就會讓爸爸媽媽很生氣 啊為什麼會這樣 2300位爸爸媽媽 你知道為什麼嗎 難道只是一句話 小孩就是皮 這個就可以解釋掉的嗎 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 他們真的還是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這些原因 我先把這個板子先講完 因為今天有好多好多講不聽的行為 需要跟你分析 你家有沒有什麼講不聽行為 你可以PO出來 你可以PO出來 我等一下導播如果有看到你家有什麼講不聽行為的話 那我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話我就會回答你 或者是直播結束以後我會回答你哦 這是我的習慣 這個是我的習慣 好來 孩子很故意 挑戰底線的原因就在這個板子裡面了 我們先簡單的了解 一 一歲 兩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七歲 八歲 以上 的這一群小朋友 故意 故意 講不聽的 的原因 你家都是幾歲呢 有沒有講不聽 好 Janny你說真的 真的是完全沒有在聽 好 OK 然後 葉玉莓媽媽也說姐姐快三歲 有兩個弟弟 姐姐真的是越來越退化了 很多東西跟她講說不要那樣子 她就是偏要 好 來 陳玉芳媽媽你說 今天的議題剛好是你最近的困擾 今天議題是選過的 今天的議題是2018年的最後一集教育直播 所以這一集的教育直播呢 其實是很多爸媽媽非常非常頭痛的一個議題 所以呢 我們今天故意選這一題 好 來 洪子蘭媽媽媽你說玩具收一收 然後就直接就說不要收了 我剛才有講另外一個例子啊 玩具明明就是用完了 他就是要用丟的啊 你說有沒有 好 搶玩具愛咬人 搶玩具 對 咬人打人 這個我們今天全部都破解 好 你還有要想問什麼 好 然後蘭胖妞媽媽你說國小三年級 三年級也是一樣啊 很多講不聽的你說有沒有 而且那個越大 還越講不聽 請問各位你有沒有越生氣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是 都已經這麼大了 很想要不想要動武 但是問題是他還是這樣子 很想人說三年級跟三歲一樣 對啊 兩歲跟二年級是一樣的 是不是 好 那這幾年到底是在長什麼啊 對啊 有沒有是不是都是這樣子呢 好 真的很多媽媽說非常非常頭痛 一到兩歲 你記一下筆記很重要 叫做 自我的時期 我在叫我們的真相這一本書 大家可以趕快去預購哦 我覺得這一本書我們出得非常非常好 一定可以幫助到大家很多很多 這本書裡面有講不聽小孩 叫不動小孩 然後呢 為什麼呢 總是愛說謊的小孩 明知故犯的小孩也在裡面 慢吞吞的小孩也在裡面 叫不動的小孩 我剛才有講 都在裡面 該怎麼樣解決 我等一下告訴你這一本書 愛定罪 愛定罪也是 也在那一本書裡面 教養的真相 你要記住教養的真相 好 一到兩歲的自我時期 你要寫下來 3200位爸爸媽媽了 一到兩歲 就是很自我的時期 好 這個時候的發展特色 他為什麼會很故意想要挑戰的 的原因是什麼 好 來 第一個 好 引人注意 尋找自己的快樂 你要寫筆記哦 你要寫筆記 你後面才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那個 那個那個影片哦 好 3300位 看那個年底的苦主 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們從2019年開始 我們就不要教養 那麼痛苦好不好 好 如果你有方法的話 我真的都把方法寫到 教養的真相 這一本書裡面 如果你有方法 你了解這些發展時期 該怎麼樣做的時候 好 那你就知道說 啊 原來我要對症下藥 而不是我要用錯方法 我等一下告訴你 很多很多的時候呢 你的講不聽跟叫不動 你都用錯了方法 像第一個 他如果是要引人注意 跟尋找快樂的話 你在那邊講大道理講什麼呢 對一到兩歲的孩子講大道理 就是一種不合理的期待 為什麼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 難道不用教嗎 我說需要教啊 可是哪一個年齡要用對的方法 你不要用不對的年齡 用不對的方法 我之前最有名的一個文章是 你不要用兩歲的孩子 對兩歲孩子的方法 去教三歲小孩 現在反過來講 你不要用三歲孩子的方法 再教三歲孩子的方法 去教兩歲的小孩 你如果在三到五歲的時候 你需要開始跟他講道理 結果我們發現很多很多爸媽媽 都在對一兩歲的小朋友 沒有在那邊講道理 我告訴各位 這就是不合理的期待 你要寫一下筆記 為什麼 因為一兩歲 做這些故意行為 只是要引人注意 跟尋找快樂 我等一下告訴你 應該要怎麼做 你要知道哦 第二個 三到四歲是一種 固著的時期 很固著的時期 固執啊 有沒有很固執的 有固執小孩來 有沒有 來有沒有 有沒有很固執的 堅持度很高的 非得要那樣子 不然的話 不如他的意的時候 不如他的意哦 這是關鍵字哦 這是所有的爸媽媽 來天才領袖 找我的關鍵字哦 不如他的意的時候呢 他就不行 好 他就不行 你說兩歲 這樣也就算了 到三四歲 很多的孩子還是一樣 不如他的意的時候 他就不行 有沒有 有沒有 三千六百位爸爸媽媽媽 有人建議你要講到三十八歲 因為老男人一樣講不聽 今天不能教老孩好不好 我們只教小孩好不好 不然課真的會上不完好不好 好 來 三到四歲 是故著時期 他為什麼會很故意呢 怎麼幫他自己做 好 不然就大哭 來 就是這個原因 來 導播他們看得到嗎 看得到 他不想被覺得還小 他不想被覺得還小 三到四歲 小朋友心裡面想的是 我不想要被你覺得我還很小 啊你會想說 啊你是有多大 好 爸媽可能會這樣想 可是我告訴你哦 你再看一次 他不想要被你覺得他還小 好 所以 會故意 讓你覺得說 我已經長大了 好 雖然他還沒長大 但是他心裡面的心態是這個哦 你要先知道心態哦 三千七百 欸三千八百 為爸爸媽媽了 好 已經三千八了耶 對啊 你一定要知道他這個心態哦 故著時期是 自己覺得自己 你不要講我很小 你不要講我幼稚 你不要幫我 你不要幹嘛 有沒有中 有啊 你媽媽說小孩都說 我哪有小 我長大了耶 對啊 有沒有中 有中的話就趕快來 來給我們留言一下說 老師你說的真對 真的 他就是覺得說他已經長大了 他就是什麼都是要自己來 什麼東西都是要照他的順序 什麼東西都一定要照他的意見 這樣子哦 好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開始 開始招金有沒有 已經開始走中了 走中時期 好 這應該要走 開始走中時期 好 三 三到四歲 好 再來 五到六歲叫做 不能騙時期 好 寫一下哦 五到六歲 不好意思哦 我講發展啊 包括我在這一本書裡面啊 這一本書這一次教養的真相啊 我們這一次總共有兩百六十多張圖卡 全部都是用圖卡的方式呈現教養 你跟在這一個直播裡面這麼久 你就會發現呢 我在列這些時期或者是列這些方法的時候啊 跟人家真的很不一樣 我不喜歡跟你講長篇大道 然後一大堆的這樣子一個大道理 或者是這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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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發展時期 不好意思哦 我告訴你 五到六歲就叫做不能騙時期 如果五到六歲 你還要騙他 或者是我不是故意騙他 我只是不想要跟他講太多 直接想要命令 限制他怎麼樣做 那是不可能的 好 他就會故意唱反調 所以五到六歲叫不能騙時期 我們來看看他為什麼故意勒 好 故意的原因是 他想要知道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你可以 我不可以 為什麼這件事情不可以 好 三千八百位爸爸媽媽 五到六歲想要知道 為什麼 這為何不可以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 五到六歲的一個發展的一個 一個年齡 他有幾個發展特質 他很想要實事求是 他不能被敷衍 他呢 他們會覺得 大人不一定是對的 你說難不難搞 從這個時候開始走鐘 從這個時候呢 開始已經不能用騙的了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 家裡面有沒有 五到六歲的小孩 家裡有沒有 五到六歲的小孩 爸爸媽媽 有沒有 你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小孩沒有到 五到六歲的時候 你一定要自己先提醒 你在前面兩個階段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提醒自己 五到六歲以後 孩子就已經沒有辦法騙了 如果你要跟我講說 要好好開始講道理的時期 是什麼時候 不好意思 五到六歲 一定要開始 一定要開始 因為他會想要獲得 他會開始想要獲得大人的解釋 他會想要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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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背後呢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五到六歲的時候 會開始想要這樣子 再來哦 七到八歲以上的小學生 叫做 自信時期 自己的自 然後自信心的自信 自信時期 好來 七到八歲呢 好 開始 他會故意哦 七到八歲以上 還在故意的哦 其實 他是想要證明自己 跟大人一樣 有沒有小學生家長 可以來留個言 有沒有小學生家長 你有沒有發現 小學生以後開始就會想要證明自己跟大人是一樣強的 自己很多能力呢 都可以自己來 生活呢 都可以自己獨立 很多事情會喜歡辯解 然後呢 其實他們真的是需要人家的尊重 好 小學生家長 好 所以 七到八歲 想要證明自己像大人 你了解這些原因嗎 如果你了解這些原因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上 教養的真相繼續上下去 因為我現在要開始跟你講很多很多故意的行為 還有 你家的小朋友 好 來 黃韓琪你有講說三到四歲不想要被拒絕的 人家還很小 黃韓韓媽媽你說 七到八歲 想要證明自己像大人一樣 對 要留下來給自己看 好 陳毅力媽媽你說 真的是爸爸還媽媽 對啊 你說真的是惡魔群頭胎來的 我覺得只要有方法還好 我覺得他們有時候也很天使 好不好 我們必須要講說 我們不是把他當惡魔看 我們希望呢 我們有更多的方法 然後來教他們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好像有蠻多三四年級的家長 真的 三四年級的家長 我告訴你七八歲以後 如果還是很故意的時候 有可能是心智不成熟 三四年級不是三四歲 三四年級以上的孩子 如果還很故意的時候 很多挑戰的行為的時候 我常常觀察到的是 有可能心智上面不是很純熟 好來再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來 小朋友很故意的行為有哪些 來 有的話你就說 對老師我家的女兒 我家的兒子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東西叫你不要丟 你就偏要丟 有沒有 東西叫你不要丟 奇怪你為什麼玩具就要丟呢 好 兩個方法 來導播可以開始撕給我了 兩個方法 解決的方法 我會用這兩個 一個叫做忽略法 好 我等一下告訴你 這是什麼 好 來 另外一個叫做取代法 好 另外一個叫做取代法 好 你看我黏 你要記住哦 好 來 如果你遇到 你叫你孩子 偏偏就不要丟玩具 他還是要丟玩具 好 這一群小朋友通常是偏小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忽略法 好 來 有些孩子丟完是在看媽媽 沒有啊 要丟之前就在看啊 很討厭 對啊 這一種叫做在爭取注意力 跟在吸引注意力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小朋友 這種叫做在吸引爸媽的 這樣子的一個注意力 如果你還去教訓他 或者是你還去跟他說 不是跟你講說玩具不能丟嗎 你幹嘛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好 下次再也不給你玩了哦 怎麼可以這樣 你開始在講大道理 好 結果他是 他是在爭取你的注意力 那你不就上勾了嗎 你這樣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好 所以忽略法 當你發現孩子丟完還在那邊看媽媽 或找爸爸 或者說是在吸引你的注意力的時候 你一定要忽略他 再來 什麼叫取代法 取代法就是 好啊 你不想要他丟 球 你不想要他丟玩具 你可以叫他丟球 你要拿一個東西可以取代 然後呢 讓他可以有 可以做這個 這個字在找快樂 我剛才不是有講嗎 一到兩歲 在引起人家的注意 跟尋找快樂 你如果把它兜起來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你如果把它兜起來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好 所以要用取代法 你要開另外一條路 讓他尋找想要得到這個刺激 跟快樂 好 再來 地上很髒 好 就偏在地上打滾 東西跟你講說那個很髒 不要摸 他就偏要摸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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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的話趕快來留言 這裡兩個方法 第一個叫做取代法 一樣 很多取代法 取代法其實也叫引導法 好 第二個叫做轉移法 好 轉移法 好 取代法 取代法是什麼 取代法 就是 如果他想要在地上 在那邊打滾 在那邊轉的時候 好啊 你去電子上面好好滾 你去床上好好滾 我還好好跟你玩一場 為什麼 因為他就想要尋求這個快樂啊 那你不准他這個 你就要開另外一扇門啊 跳沙發 也是 對 跳沙發 最多 真的 跳沙發 跟他講說很危險 他還是要跳 有嗎 導播說的 有沒有這樣子 我今天才遇到一個小孩 跳沙發 對啊 好 你要找到 可以取代他這一件事情的 其他的 其他的方法 或其他的事給他做 第二個 叫轉移法 好 轉移法 如果 他一直躺在那邊 那邊 在那邊滾啊 在那邊做你不要的那個行為啊 你當然一定要拿一個東西出來 好好的轉移他的注意力啊 譬如說 你可以拿 我們這一次叫我們的真相裡面的 這個 這個繪本 好 來 好 這個叫做魔法叉叉筆 好 當他在那邊滾 在那邊做你不要做的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 欸 奇怪 哇 請問神奇藥草在哪裡呢 然後孩子就開始圈 開始圈 然後開始圈 啊 圈錯了 我們要來把它叉叉叉叉叉叉叉掉哦 欸 欸 怎麼可以叉掉啊 欸 那我們就重來一次哦 好 他就覺得這個超級神奇的 為什麼 欸 怎麼我圈了 然後我打三角形了以後 然後叉叉叉叉叉叉叉 可以叉掉呢 這叫轉移注意力 在生活中你有很多事情可以轉移孩子的注意力 你不需要跟孩子硬碰硬 請你把這一句話記下來 如果孩子很故意的時候 你還跟他硬碰硬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教到啊 所以你必須要去轉移他的注意力 有些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我必須要誇獎有些阿公阿嬤 有些阿公阿嬤真的蠻會轉移注意力的 很多年輕的爸媽媽很拼命的想要教 反而孩子的那些情緒的反應反而是更大 為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他 他不懂得怎麼轉移注意力 不懂得孩子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結果呢你還去教訓他 你不知道跟他講說 啊你看那邊那個是什麼啊 啊你看為什麼這個神奇魔杖會發出電啊 你不知道怎麼樣去轉移孩子的注意力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沒有在聽你講話 一兩歲的很多都沒有在聽你講話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好再來下一個 有沒有遇到這種的 這兩天天氣比較冷的 有沒有遇到這種 叫你穿外套你就不穿 很熱餒 好很熱 好叫你穿外套你就不穿 有嗎 有沒有叫你穿外套你就不穿的呢 有的話趕快來 你讓我熱死了 好來 好然後叫你穿你就偏不穿 來兩個方法一樣 第一個叫做選擇法 好先給我選擇法 好 第二個叫做後果法 好今天教很多方法哦 好第一個叫做選擇法 什麼叫選擇法 好穿外套這件事情 我們就單純講穿外套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跟孩子在那邊 大大眼瞪小眼 然後一個氣來一個氣去 可以弄很久 你說有沒有 好所謂的選擇法就是 好那背心跟外套你要哪一個 三歲以後他就會希望有所選擇 你要把這句話把它記下來 孩子三歲以後就會希望有所選擇 所以你要外套跟背心你要哪一個 選擇法你可以這樣子用 第二個什麼叫後果法 後果法就是很多人都不會讓孩子感覺到冷 也很多的父母你不能體會孩子的熱 這句話其實有蠻深的寓意哦 就是很多父母啊都不知道孩子其實是熱的 感知這件事情只有自己才知道 你不相信他 你用你自己的感覺在跟孩子對話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很冷啊 你覺得冷我告訴你啊 孩子就不覺得冷啊 所以當你要叫他穿外套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你是要我的命 所以這個時候為什麼要用後果法 所謂的後果法就是 好仙子一件長袖出去外面了以後 讓他覺得很冷很冷很冷 然後你也可以演一下哦 你可以稍微催眠他一下下 又跟他說哦怎麼這麼冷啊 今天只有十二度耶 OK好這個時候他才知道什麼叫冷 餓也是一樣 我常常在講 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都不想要吃呢 因為他們都沒有餓的感覺 哪一個孩子有餓的感覺呢 你說我說的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所以他們現在都不知冷不知不知餓 誰讓他們不知道的 是我們是我們 因為我們照顧得太好 所以當我們覺得外面冷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我們外套已經拿在手上了 我們已經幫他穿好了 甚至我們強迫他們穿 所以這個時候這一類的小朋友 我們應該要用的是選擇法跟後果法 好再來哦 來有媽媽就直接偷了 我自己講 有種熱叫做孩子覺得很熱 有種冷叫做阿嬤跟媽媽覺得你很冷 你說有沒有 好餓一點有什麼關係 拉長飯跟飯中間的距離 我在今年的直播不知道講過幾次了 我們都準備得很好 每四個小時餵一次 每六個小時餵一次 中間都還有副食品 或者是中間都 不是副食品 中間有點心 中間都還有點心 然後呢 或者是牛奶 一大堆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怎麼會有感覺餓的這樣機會 所以你必須要讓他有後果 你必須要讓他覺得餓 你必須要讓他覺得冷 好再來 有沒有那種小朋友的 跟你說危險 你偏要碰的 很故意的 有沒有 有沒有那種 尤其是小男生的有沒有 然後不能玩插頭啊 叫他原來 然後呢 就叫他去 很燙不能去摸 對 然後熱水瓶叫你不要按 你就偏要按 奇怪 你這個小孩真的是很故意 都講不聽欸 有嗎 有沒有 你這個小孩真的是很故意 都講不聽欸 跟你說馬路不可以跑 要牽手 你不牽 好 危險的 來 兩個 第一個叫做取代法 齁 取代法 好 第二個叫做提示法 好 提示法 好 來 第二個叫做提示法 這些方法我告訴各位 我今天講了這麼多方法 我都只能告訴你說 當遇到什麼 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要改變方法 你要用這些方法 我把所有的細節都寫在 教養的真相的這一本書裡面 今天晚上開預購 希望大家在2019年的時候 真的有新的方法 這裡面討論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我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其中一些內容 我們把所有的方法都整理成圖表送給大家 這樣有沒有用心呢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真的喔 沒有啊 不需要看到內容 反正我們就是一長串啊 這樣一直搭上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現在其實是分靈 對啊我們還分靈 我們有講到9到11歲 對啊 我們還講到11歲喔 從0歲一直講到11歲 教養的真相 我們送了好多好多的圖表 在這裡面總共有260幾個圖表 讓你看圖看表就知道怎麼教 好 還有每一個年齡的教養的重點 行為的表現 你要怎麼樣跟你的孩子親子對話 這是不是很重要呢 好 所以這個一定要來參考一下 現在一定要來參考一下我們的教養的真相 好 再來 取代法我們要講 什麼叫取代法 跟你說危險 你偏要碰 找一個同質性的東西給他 我們剛才舉插頭的例子 叫你不要玩插頭 你就偏偏要玩插頭 那玩插頭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想要玩那個兜的那個遊戲 我在很多演講上面講過這個例子 小朋友玩插頭你知道嗎 他在玩的是一種因果的遊戲 什麼叫因果的遊戲 插進去 怎麼會就可以黏住了呢 拔出來 我再插進去 我覺得好好玩喔 怎麼這麼好玩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這個需求 他想知道這個為什麼 他在一個好奇的一個年齡 什麼叫做在用取代法 你必須要給他那種兜進去的遊戲 家裡有沒有那種 圓形放進去 星星放進去 或者是拼圖放進去 的類似的遊戲呢 如果這種遊戲的話 你多多益善就對了 這個就是取代法 你找一個同質性的東西 讓他多玩 他就不會有這麼強的那個探索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就叫做教養的真相 很多時候是我們不懂孩子 而不是 而不是他們不聽話 很多時候是我們不懂孩子 我們沒有人教我們怎麼當父母 我們沒有人告訴我們很多很多的方法 跟很多很多的儒格跟孩子去對話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用舊的方法 跟傳統的方法 一直吼 你看這些小孩很故意 綜合下來這麼多 說媽媽的方法可能都是什麼 爸爸媽媽的方法可能都是 你奇怪 你為什麼講不聽呢 你一定要有修理嗎 你再一次的話給我試試看 或者是 一 二 三 有沒有 你有沒有用過這些方法 我們都在用這些方法 結果我們都是在無效管教 這就是我們最擔心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講這麼多的例子 有取代法 提示法 後果法 選擇法 好 來 提示法 我們把它講 講 講 講完 提示法 你要跟孩子講話的時候 他在做很故意有危險的事情 你的提示跟提醒要具體 請你寫下你的筆記 當一個孩子在做危險的事情 你叫他不要 他偏要碰的時候 你的提醒要很具體 什麼叫做很具體 你先寫下來具體兩個字 譬如說 我不會跟他講說 你現在還去碰 你要電死嗎 好 有人就是這樣子教 氣急敗壞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教 你要電死嗎 跟你講不行 你要講幾遍啊 有人就是這樣子教 或者是在螢幕前的你也是這樣教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從2019年 我們跟著教我們的真相 我們不要這樣教 我們過去都是這樣教 叫你不要碰 你還是要碰 你這個小孩真的很奇怪 好 下次你就不要跟我出來了 我們都是這樣子教 我們過去都是這樣教 可是我會怎麼教 具體的給孩子暗示 跟具體的給孩子提示 我會告訴他 玩這個電道 比你上次撞到頭還要痛 來 你聽聽看我剛才講的 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你在玩這個電道的話 比你上次撞到頭還要痛 還要痛 還要痛 具體 明確 有目標 聽得懂 我們剛剛的教養的語言的示範 是你再給我玩一次試試看 不懂 很模糊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好 或者是你再玩的話 我就修理你 好 我還是有內在的好奇心在 我不知道你在限制我什麼 我只要不在你的眼光之下 我還是會想要碰 或者是你是這樣子教 那個東西會電死 你知不知道 我替孩子回答你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說 這個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危險 所以我想要嘗試看看 我想要冒險看看 老師有些小孩其實是背得出來 會電死 但是還是繼續玩 對啊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 因為電死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很模糊 很抽象 所以我才會說 要具體的提示 要具體的暗示 這一課有沒有學到很多呢 老師所以馬路上 也可以用這個 有些小朋友要重去馬路 也可以用提示法 對啊 對啊 也可以用 有啊 叫你不要跑 你還是要跑啊 有沒有 來 有的話 你就趕快講 有的話 你就趕快來講說 對老師 我接下來就是這樣 叫你不要跑 你就偏要跑 難道我可以讓他 就是出事一次嗎 當然不可以啊 可是你的提示跟暗示 你要具體要告訴他 要告訴他 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信 我帶你去看看 我帶你去看新聞 我帶你去看報紙 我帶你去看個故事 也好 這叫做具體的教 在2019年以後 我們不要再抽象地教孩子 教我們的真相 裡面的所有的方法 都每個都很具體 講話就是條理分明 孩子一下子就能聽懂 家長的這樣的一個重點 孩子當然會聽話啊 所以當孩子呢 沒有辦法吸收到 媽媽的重點 爸爸的重點的時候 他只聽到你的是吼叫 他只有當下助手 但是他不會永遠助手 這就是問題 所以教我們的真相裡面 在教所有的家長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功課 希望大家是有效的管教 有效的管教 你真的要用很多的 其他的方法 所以湊在這邊 在學這些 在看這些直播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禮拜 都學一點 我覺得也蠻好的啊 你說對不對 好再來 有些小朋友是 叫你不能打人 你還是打人 我每天最擔心的 就是去學校接你 你知不知道 你每天都在闖禍 不是打人就是咬人欸 後果法 反刑法 後果法跟反刑法 什麼叫做後果法 當然要懲罰 很多人都說 你們都是愛的教育 我說哪有 我們其實 我們也知道孩子錯了 我們就是要處罰 我們也要定規矩的啊 後果法 譬如說 你如果打人了以後 你就禁足 你就不能得到什麼樣的東西 你要找到一個有效的東西 去處罰他 不是打 也不是在那邊吼跟罵 為什麼你又闖禍呢 無效 你必須要告訴他說 好 我們上次定的規矩就是 如果你又有打人的時候 我們就怎麼做 這次媽媽說到做到 這個叫做後果法 什麼叫做反刑法 三到五歲以後的孩子 其實已經可以開始 使用一點點反刑法 來 你說說看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又這樣做 你說說看 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先不要貼孩子 他做錯的標籤喔 我常常讓孩子打人了 或咬人了以後 當下的時候 我都會直接跟孩子講說 來 你說說看 你說說看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為什麼要請孩子反省跟講出來 在這裡面其實有答案 我簡單講一下 因為很多的孩子不覺得自己有錯 你可以寫一下這個筆記 很多的孩子在做了打人 咬人或是其他的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他不覺得自己有錯 他不覺得自己有錯 所以當你在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我到底在教什麼 這個孩子都不認為自己有錯 我當然要從頭開始引導 所以那個源頭就不對了 那個教養的那個源頭 跟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是不對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吼一直在罵 根本就是沒有效 我們必須要問他 然後結果他自己發現說 對吼 我哪一步我怎麼用搶的啊 他才會醒過來 所以你有沒有用後果法 反省法 這些方法呢 好 來 所以這是這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板子 我先快速的貼一下 我快速的貼一下 你先告訴我 你的孩子有沒有遇到這種問題 叫你不能說謊 你還是說謊 跟你講說這是偷 你還是拿 跟你講這是偷 你還是拿 我怎麼講 你都不會聽 叫你寫快一點的功課 你就是偏偏拖拉 好來 導播我們一次把它貼完 好 說謊 故事法 來 我等一下就講故事法 期望法 我在晚一點的時候的文章 我會把這些都補充上來 因為今天的時間是有限的 好再來 偷東西的話 我們用分析法 你看 你看我有多少教養方法 這麼多的教養方法 都寫在教養真相裡面 教養真相這一本書裡面 幫你解決四十二種孩子常見的 講不聽的這樣子一個行為 你看你有沒有聽過感動法 分析法 好再來 叫你寫功課的時候 你要用的是強化法 好 也有分析法 好 另外一個 最後一個 請聽法 好 請聽法 你把這些方法全部都把它記下來 先記下來 我先講 我現在 接下來我就講一個故事法 我就講一個故事法 好 當一個孩子 當一個孩子說謊的時候 你一定對他非常非常失望 而且非常非常憂心 一定會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說謊 小朋友就是要誠實 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很 很不喜歡孩子 說謊呢 當下的時候說謊的時候 明明就知道他有做 結果他便會講說 不是我 好 這個時候呢 你都怎麼教呢 我們過去的教法都是 你又說謊 你怎麼可以說謊 對啊 小孩怎麼可以說謊 我們過去都是這樣子教 好 有研究發現 當你對一個孩子去講說 去講大野狼的故事 跟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 這兩個不能說謊的故事的時候 好 你記一下 你猜猜看 到底是大野狼的故事呢 可以對孩子這個不能說謊的行為 引導的比較有效 還是華盛頓砍櫻桃樹 這個比較正面的 一個是比較負面的啊 好 就是大野狼的故事的話 狼來了 狼來了 對 狼來了的故事就是 如果狼來了 你如果前面不誠實的話 你最後就會有不好的下場哦 好 這個就是比較負面的 恐嚇的 威脅的 告訴你說 你如果說謊的話 你會有不良後果 另外一個我剛才有講 華盛頓砍櫻桃樹 我們好好的跟孩子講說 誠實的重要性 來 如果你誠實的話 我們就不處罰 或我們就給一次機會 或者是我們這一次就重慶處罰 類似的 你猜猜看 哪一個方法比較 在教誠實這件事情 在教不說謊 哪一個是比較有效的呢 我當然有猜到 華盛頓 對 就是華盛頓 這個有聽過 對不對 好 就是華盛頓 你用比較正向的方法去 去教 比你用好的 用罵的 一直在跟孩子講說 你為什麼都不聽呢 你為什麼都講不聽呢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好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好的方法 全部我們這一次都寫在 教養的真相的這一本書裡面 這是我們2019年的課本 這是我們2019年教養直播的課本 我要從這些線索裡面跟這些脈絡 還有我們這麼精心做了很多很多的這些表格 做了很多很多的表格 圖表 教養的圖表 總共有260幾張 全部集結在一本書裡面 好 我過去都送你很多很多的教材 我這次呢 把最新的教材 全部都集結在教養的真相的這一本書裡面 我們還附了一本 給孩子的新年禮物 叫做神奇魔障 這一本書跟學習有關 我們帶我們從故事裡面呢 去練習跟打造孩子的專注力 打造他的大腦學習 還有打造他看得到 聽得到 不要都在看不到 聽不到的這些學習的這些能力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內容 大人看書 孩子可以玩學習遊戲書 這一次大人看書學教養 孩子可以玩學習遊戲書 我們的手刷的限量版呢 我們感謝惠爾勒來贊助 我們現在買這樣一個套書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送惠爾勒的16色的粉蠟餅 就只有限量喔 就只有限量 全省的伯克萊金食堂 小學當然有用啊 這一本書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交動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交動現在大家交不動的小學生 因為幼兒園的時期有幼兒園時期的行為問題 我們也都把它寫進去了 我們都把它寫進去了 小學生真的有小學生的學習問題 行為問題 團體的那個問題 你看我們0到11歲 全部都集結在這一本書裡面了 小學生的苦惱爸媽 你也要來看 學齡前的爸媽 你很苦惱 你也要來看 因為大人看這一本書 我們這一次總共有好多好多的 可以解決42種問題行為跟學習問題 全部都集結在這一本課本裡面 然後呢 我們還有一本學習遊戲書 當作孩子的新年禮物 我們希望在2019年的 這樣子的一個新的年度到來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所有人都可以 所有爸媽都找到好的方法 有效的方法 知道怎麼樣跟孩子溝通 所以我的親子對話術全部都在這邊 我每一個的親子對話術 每一個行為的親子對話術 你要怎麼樣跟孩子溝通 你要怎麼樣跟孩子對話 你過去做的NG的對話 不對的對話是什麼 我全部都包山包海的把它寫進去了 為了這一本書 我們又長達一年的準備期 為了這一本書我們又整個工作的 這些團隊又花了好多好多的時間 希望大家不是只有看直播 直播的時間很短 我們都只能畫龍點睛而已 但是呢我又不想要花你們太長的時間 我想要讓你們去追劇啊 有自己的時間啊 那這怎麼辦呢 我們就需要有系統性的知識 所以我必須要把系統性的知識 寫在書裡面 這些書的版稅的所得 我們除了捐給弱勢的兒童以外 我們還拿出來做我們的教養直播 希望給你們未來的一年兩年 如果我們有機會可以再做到三年 我們會希望給台灣的父母有更多更好的教養直播的這些內容 包括馬來西亞 新加坡 香港 甚至中國大陸 很多很多的家長 都翻牆過來看我們的教養直播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教養的真相 我們把所有教養的好方法 2019年新的方法全部都寫進去哦 也祝你2019年有一個好的開始 孩子都可以非常聽話 好不好 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